大家好 我叫Howard 我住在西貢一間村屋 過去一年就受邀浸大能源團隊 研究村屋一些用電量的情況 他就在我家裝了一套Sensor系統 去量度究竟我平時生活的時候耗電量 我家有兩個人生活 透過這些數據 希望可以給浸大能源團隊一些資料 去了解究竟在西貢的住戶平均 或者他們通常的用電情況 其實他在家裡裝了什麼呢 我帶大家去看看 就是這個 在電箱中充了一個Sensor 去量度我家的耗電量 你看到他在閃燈 就代表這個Sensor在運作中 另外這個Sensor會透過Wi-Fi信號 連接到一個手指的接收器 就是這個接收器 因為USB的 他就插到任何電源的地方 就可以用到 透過這一組的Sensor和接收器 就可以再連去家的Wi-Fi 可以隨時隨地 我透過電話的APP 看看我家的耗電量實時 還有有記錄可以檢查 我家的耗電量是多少 經過這一年的參與 經過這一年的參與 我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每個月控制我用電的情況 我怎樣去看看 我究竟那個電器耗電量是多少 透過這個APP 一個很簡單的介面 其實就看實時家裡的耗電量 它的單位就是以Watt火數為單位 我開了APP 它有個機數的耗電量給我 因為其實在家裡 我們都會有一些電器在長期開著 例如雪櫃 我的機數是200火 接著我開了APP 我就去看看 然後再用那個我想量度的電器 過幾秒之後 它的數字就會大了 因為正在用電 譬如那個數字會升到600火 其實就是代表我的電器 其實正在用400火的耗電量 其實每個常用的電器 我都會去量度一下 究竟它的耗電量是多少 從而令到我可以知道 有些電器應不應該去長開 又或者是不需要一路去著 譬如 抽氣線 其實它那個耗電量 會去到600火 那我就知道 究竟那個耗電量是多少 還有如果真是一個很大的耗電量 我就會去考慮一下 究竟是否已經老發 又或者 需要去更換 過去一年都很感謝團隊 給我們在一些 研究上面的支持 即是我們有時候 斷線或者連不到 他們都可以提供一些 技術支援給我們 希望將來 他們可以繼續努力 他們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用戶去參與 可以拿到更多的數據 也都希望可以 宣揚到這個省電的訊息 給香港其他不同的地方的住戶